我们是胜者组 胜者组 老队我来了 你准备好了吗 他太能准备好了 他准备好了 依斯大零风A技锁定胜者组 轻荣打出了本赛季状态最好的一场比赛 狼星大战在胜者组第一轮就要上演 依斯大和A技打主打的就是一个打架 从第一局第一波开始就是没停过 终于想去依斯大的红区偷个红buff 可惜被发现了 四人围剿交出了一血 下一把了 下一把了 你怎么敢入侵我的野区啊 紧接着 依斯大就反入侵A技的蓝区 虽然人头上来说 A技这波转了 但轻荣的干将两剑带走了继小满 并且依斯大把蓝buff反到了 这就相当于 让猪八戒的前期完全起不了节奏 两边从头打到尾几乎没停过 但依斯大的团战能力还是更胜一筹 A技的后期阵容 没有拖到鱼籍神装就交代了 第二局几乎成了轻荣的个人秀 这局活舞 让大家想起了他巅峰时期的统治力 这波刚打完 轻荣就去上路帮了一波阿旦 两人配合 一起击杀了轩染的亚连 轻荣接管比赛 风暴龙王团战 轻荣的火舞就盯着极光打 先手配合队友秒掉了有复活甲的敌人节 A技拿到了风暴龙王 但轻荣又击杀了沈梦西 还顺带着把台也带走了 最后收下亚连一波结束 清荣在赛服采访时也表达了自己对活舞的感情 其实火舞的话 在这赛季一直都有一点争议吧 我觉得 就觉得自己和这英雄有种羁绊在里面 重注火舞荣光 我容易 一波荣词 清荣重注火舞荣光 Kat作为伊斯坦的老队长 重注伊斯坦荣光 也得带她一份 最后一区决胜团 这个庄周的动向 我完全无法理解 不去扛商也不去清兵县 就在红区转圈圈 打完团队友都阵亡了 自己还满血 这谁看了心态不崩呢 不过E-Star虽然进了胜者组 托米作为家属也理性的承认了实力差距 我说句实话 AG还有那个E-Star还有那个微博 实力真差不多 狼队看了会笑的程度 还是跟他没点差距 上面三只跟下面三只有B你知道吧 另外托米还是KPL的门票福利官 只要看托米直播并且签到 就有机会免费领取门票 拿到胜者组名额对于E-Star来说固然是好事 但想要和狼队碰一碰的话 还得拿出更好的状态才行